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汇市 新台币汇价却是大扁了1.2角 收在29.525对1美元的最新报价 不过整个国际股市的气氛倒是非常乐观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傍晚的5点30分 我们先来看美国期货盘 Douglas目前反弹超过一个百分点 包括纳达克也出现了强弹 特别是纳达克强弹的幅度非常大 目前大涨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看欧洲股市也全面出现了反弹走势 德国股市大涨了1.78% 英国 法国都出现强弹 欧美强弹之外 俄罗斯股市也是大涨的 我们画面上所看到是 俄罗斯股市大涨了超过三个百分点 所以国际股市一片乐观的气氛之下 台股明天续弹的机会是不是很高呢 我们等会再来做请教 不过我们回到亚洲股市在今天表现 带您来看的是在今天香港和路股表现不错 最主要是因为整个确诊数开始出现减换 所以都拉了尾盘 台股 韩股跟日股 画面上可以看到都出现了反弹 不过台股刚刚有谈到股会脱钩 其实韩国股市也是股会脱钩的 韩环在今天是创下两年新低 不过韩国现货市场股市是上涨超过一个百分点 跟台股赶快秒闻 都是股会脱钩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来告诉您是 虽然在今天谈了超过百点 不过刚刚第一个影优是 新台币还在扁 而且大扁了1.2角 所以外资还在持续汇出吗 第二影优是外资在现货市场还在卖 连续卖 在今天是连五卖 再卖158亿 不过外资由卖转买的股票倒是表现不错 昨天刚召开法说的联电在建 一度供到了涨停板 投信会不会砍在阿呆股呢 很多股票投信砍完就反弹了 像力旺和智元 已经拉出连续第二根红K棒了 而融资连续三天大减超过百亿 很多融资大减的股票 开始出现破底翻了 包括面板出现长红 而华星供到了涨停板 很多跌升股在昨天表现不错 在今天转弱 所以我们很担心 这个行情是不是 很怕你走 像星星昨天讲是 在今天就收黑了 景硕也是昨天表现不错 在今天也表现弱势 所以在今天谈的股票 会不会一跃行情呢 稍后一一帮你来做解读 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好久不见的疯狂经事詹姆士 阿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 俊轩你休假一个月啊 对啊 还不错啊 但是关了十七天 就只剩下十三天要回去了 邀请到财经杂志总编辑庄正贤 全体好 大家好 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润贤 阿光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赖先生 憲哥 观众朋友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 冯开平 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资深军事记者吴明杰 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不过节目一开始 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的本土疫情 不只是本土疫情 包括我们的中重症都创新高 本土在今天爆出上万的病例 在今天破万了 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三例 中重症也创下新高有二十七例 而昨天柯文哲才语出惊人的说 有可能一天会破五十万例 阿中部长出来打脸 说不可能那么多 但到底谁比较可信呢 那么有人问说 为什么三加四冲促上路 因为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所以现在据说地方大乱 阿中部长却说 要怪就怪病毒 怪病毒吗 防疫期间每样的一个动作 都来得很快很急 对任何单位 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变大 我要感到很抱歉 但是也没有办法 说让他缓 我们要怪只能怪病毒 以每日五十万的确诊的情况 大概来以人口这样来做一个比较 美国很高 在那时候大概有到最高一百三到一百七 人口是我们的应该是十二十五倍 所以大概一天高起来大概十几万到二十万 韩国它最高到六十八万六十二万 再这样走了一下 韩国人口是我们二点五倍 所以约列如果最多也是三十万 好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疫情海啸还没有来 问你是疫情海啸的高点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众说纷纭了 特别是最近阿中部长和柯文哲可以说 隔空交火 柯文哲说一天光台北市要破五十万例 阿中部长就说那我克里 不可能那么多顶多十万例 理事长你说呢 假如说从这个数学的曲线来看的话 这两个说的都是对 可能时间点不一样而已 这两个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疫情绝对不能从这个生物的曲线来做 它不是一个直线 它绝对是个曲线 这个曲线就是决定于我们政府的干预程度 根据政府如果干预得好的话 基本上它会下来 它会变缓 但是如果干预不好的话 咔就上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政府官员不该用这个生物曲线 来去预测我们的这个疫情 不该的 因为你要做的事 你不要吓老百姓 你要干的事情是怎么样呢 你要告诉他说我们可能会这样子 如果我不干预的话 那我要怎么办 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这个是我们身为政府官员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两个政府官员其实都有问题 不该怎么做 都有问题 你不该讲这种话 你说10万还是50万 其实你的预测曲线可能都有盲点 对 他没有把政府的努力 对 我们到底干预会干预到什么程度 效果会多少 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变数如果加进去的话 很难预测 对 没有错 所以说政府官员是不该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真正的每天的高峰 决定于我们的地方卫生局他的努力 那我们知道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是在缓步在上升 可见我们的地方卫生局真的很努力 而且有效 只不过现在他们的力量紧绷 到了紧绷而已 所以但是还没有到崩溃 如果紧绷的话 他会慢慢慢慢的缓步上升 因为他有一点露出来 那我回到新闻来问一下理事长 所以今天的11353你认为仍然是一个温和上升吗 对 这不是暴增吗 没错 这还是温和上升 这还是温和上升 如果不温和的话 甭今天就死了 他就不会再一了 那5月5号37000这个预测 这个预测已经是温和的 也是温和预测 对 他就是说这个卫生局还没有整个破工 他只是漏掉而已 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3加4你赞成吗 来 我们来看3加4 因为冲突上路 现在各方也是吵闹不休 有人说这个3加4实在是太松了 有人说3加4甚至于他们认为还太紧了 有人提出0加7 所以3加4你怎么看 你知道0加7是谁提出来的吗 我 我就是提出0加7的 为什么 3加4我非常同意 蔡总统在4月6号的防疫会议里面 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指示 我们国家走的是减灾 减灾里面他有三个战略都出来了 第一个战略重症求清零 第二个战略什么 轻症求控管 他注意控管 控管不是控制 控管跟控制差一个字 差在哪里 控制是控制数目 他数目不管 他管说你阳性的病人 你给我如何处置 你给我管好 最好管好什么东西 居家隔离 一个生病的人 一个轻症的人 关在医院好还关在家里好 当然关在家里好 太简单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第三点 我们要正常过生活 正常过生活 请问正常过生活 是谁正常过生活 蔡总统这个时候 没加主持 那请问是谁 我告诉你很简单 就是不是重症 不是清症 就是正常人 我们知道三加四 四星那是松绑谁 松绑接触者 接触者算不算是正常人 算 因为他不是重症 也不是清症 他是我们必须要 关怀的一个正常人 但是你刚刚谈到零加七 那零加七 是不是就走韩国模式 那如果是走韩国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命运 韩国就是尽量 正常生活 甚至于你是确诊者 他也让你居家隔离就好 那我们来看 韩国有九成的老人 都打了第三剂 他的老人的疫苗 覆盖率比我们还高 但他死亡数却破万很高 那如果我们走韩国模式 也蛮令人担心的 台湾不是韩国 差很多 为什么 但是你市场的零加七的模式 不是跟韩国模式很像吗 那是模式一样 台湾不是韩国 差在哪里 我们知道这个决定死亡的东西 是决定在医疗量能 决定在医疗量能 我们知道台湾在去年的时候 台湾的去年的时候 因为医疗量能被轻症给占到了 所以台湾去年死得特别高 对不对 台湾那天有像韩国这样子的一样吗 没有啊 可是现在我们的医疗量能全部腾出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医疗量能跟死亡率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死亡 有一大半到医院前死亡 就是没有到医院就死掉了 这个如果我们及早救治的话 是有效的 所以韩国是因为医疗量能出问题 才会死亡数这么高吗 对没有错 跟他的以筛代隔的政策无关吗 因为韩国走的就是以筛代隔啊 无关 这个绝对跟医疗量能有关系 因为这个我跟你讲 重症的病例要死掉 它是药匙往下的 你以为疫苗有效啊 没效 有一点效而已 你以为药物有效啊 没有一个药对重症有效 所以怎么办 为什么有一家 有的管他死得高 有的管他死得低 到底就在于 我有没有及早送到医院 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啊 医学上有很多的病 根本没有药制 可是就是不会死 怎么样 你知道吧 为什么 及早诊断 那以我们现在中重症的比例 我们的医疗量能够不够 我们的医疗量 打死都不会崩溃 我告诉你 这个算法不一样 你看像这种算法 打死都不会崩溃 不管一天确诊 50万还是10万都不会崩溃吗 对 我跟你保证 因为他的算法不一样 我们不能用这个 这个是用隔离病房来算 是 隔离病房全台湾只有1万张 当然不够啊 你怎么样都不够啊 对 那我们要用什么算法 我们到一旦疫情一爆发的时候 我们要用的病房 不是隔离病房 而是什么 而是全部的病房 全部的病房 台湾有多少张 17万张 这17万张 一旦出现的疫情 台湾人很奇怪 这是有数字的 台湾人如果在疫情出来的时候 自动就不去医院了 30% 所以这个是健保署的一个统计 到了疫情期间 30%的病房 可以自动呈出来 政府根本不必征召 全部可以当作隔离病房用 这30的多少 17万张里面的3%多少 五万一千张床 可是这些去医院的都是他中重症的 那中重症的到医院去 如果又没有隔离跟别人混搭 那蛮危险的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隔离的 大家都一窝子隔什么 对不对 这不需要用空间隔离的政策 用空间隔离 所以五万一千张床就出来了 五万一千张床 五万一千张床 我们知道一个人住院的时候 他不是站床站一天 站七天或十四天 那把这个东西再除以七 或者是除以十四的话 变成多少 七千二或者是三千六 三千六的话 我们换算成重症的比例 重症多少 零点零三趴 就是万分之三的意思 那回算说 每天通报要通报多少病例以后 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住进来 每天这样操 每天这样操 可以操多少病例 每天通报要一千两百万 到两千四百万 你说怎么可能 不可能 所以台湾的医疗量能 永远不会报 关键在哪里 你要把我们的轻症给移出去 对 居家隔离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得早 好 刚刚理事长说 他赞成零加七 零加七意思就是说 即便你是确诊者 你也不需要居家隔离 你只要透过筛检 医性 你就可以出门 但如果你筛检还是阳性 你当然还是要待在家里 问题是 我们的快筛 买不到又不够 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快筛 是不是落后部署 在基捏指挥中心 甚至有人问到 唾液快筛 他说还在审查阶段中 还没有看到德国的口水 来做相关的一些申请 那有看到磨厂牌 这是用这个口水 的一个快筛 那因为相关的里面 我们知道 他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取得相关的EUA 好像在澳洲有 那你知道这个快筛 并不是有就好 我们还希望他有一定的准确度 食药署我知道我问过他们 他们想说请厂商 净宿能够送到约瑞一百份 那是要帮他们做相关的一个准确性的比对 好 要维持正常生活 防疫新生活 关键在快筛 我筛减能够够 量能够应付老百姓的需要 而且精准度够的话 我就可以以筛代格 问题是我现在买不到快筛 第二个呢 现在的快筛只有鼻烟 才减的快筛 鼻烟才减的快筛 其实跟技术有关 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 你也筛不出来 所以准确度也有可能会失真 然后又很贵 又买不到 那我们想要以筛代格 其实唾液筛减应该是一个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容易 因为它便宜小个短 而且唾液快筛 没有技术问题 所以据说准确度还比较高 但台湾是落后部署 到现在台湾还没有 台湾落后不是只有唾液而已 还有很多 落后在哪里 落到PCR 最短的PCR 我们PCR才是金标准 你真正要做的话 以筛代减的话 PCR还是最合 但是我们PCR量能 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人 你错了 不是这样子 我们真正没有办法扩张量能的 是托液筛查跟比较筛查 比较筛查当然要做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 没有量能的是哪一个 是PCR 怎么讲 PCR就是我们在CDC 可是PCR要等 我今天去PCR也没那么快 你可以快 你一个人在做 等一天 你两个人在做 等半天 十个人在做 等一个小时 怎么不能做 当然能做 这个就是靠动员 这个就最精准 对 如果能够PCR的量能够够大 真的就可以以筛代格 对 而且它是没有量的 它是没有量的 PCR可以无限上钢 没有量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银子 它那个银 导引的银子 是中央给你的 一个就是一个 一个电脑的序列 你拿那个序列 拿来合成银子以后 就来用了 就可以用 所以那个就决定于你机器 给你的试剂买了 那个都是没有量能的 你可以无限上钢上去 你可以动员很多人上去 所以说我们国家 真的该打屁股了 从两年前开始感染爆发 过程不是很复杂吗 那个流程很繁复 盖房子够复杂吧 你要盖房子盖得快 也可以很快 对不对 那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心在做 所以台湾那个PCR 如果是高不起来 它不是不能做 是不想做 那现在来不及了吧 来得及 在这个怎么做 因为它没有量能的问题 它没有量能的问题 你要做多少 你要一天一千万剂 一天做出一千个 就一千万就可以 你动员足够的人就够了 因为它可以包裹式的测试 对不对 不是 你不包裹也可以干 不包裹也可以干吗 也可以干 我们有那么多机器嘛 你当初这两年为什么不买 现在买还来得及 机器不是买不到 人也不是动员不到 台湾人多了是 你怕什么动员不到 你就是不动员也不买 当然会落到这种层地 这种东西都是有量的 那拖鱼筛减比较便宜 据说一份三十块 你知道我们快筛之前三四百块 现在降到一百块 大家就说好好一百块便宜多了 但你知道拖鱼筛减只要三十块 而且操作上又很方便 拖鱼筛减 而且据说它的精准度 不输鼻咽筛减 对 我们来看 先看它的精准度 它这个精准度 你看看这个绿的是拖鱼 这个是鼻咽 那它还比鼻咽好 鼻咽好 没错 操作方便又便宜 手又短 为什么它好你知道吗 因为鼻咽筛查的话 相当于就是我们筛的时候 它要在鼻腔的后面才会有病毒 一个技术问题吗 对 一个技术问题 另外的口 嘴巴的话 因为它这个咕噜咕噜 就往后头一竖了以后 那个出来的东西 那比较准 好 再来一个 这个东西以前不是我们没有做过 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 在机场就是拖鱼筛查的PCR 那我们为什么不买呢 PCR那时候已经买了 那是PCR PCR买了以后 后来被人家 那个就是骂的一个地方在哪里 不文雅 什么文雅 对吗 所以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 骂脱鱼筛查 骂脱鱼筛查 只要这样而已 其他的都是OK 所以如果你骂脱鱼这个东西 你把它拿掉的话 就是骂脱鱼这个东西拿掉的话 骂脱鱼筛查这个很好的 小哥团 那我们现在在自己家里做 当然就没有骂脱鱼筛查 有面子 没有面子的问题 骂脱鱼是没有骂脱鱼的问题 而且它便宜 最主要它便宜 你可以每天做 你想做就做 它的精准度又比鼻咽筛减来得高 这件事真的要好好骂骂指挥中心 打屁股 就像理事长说的 落后部署 现在还在说 可以来申请 今晚在行庆 我们后来谈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今天 其实反弹百点 投资人还是心惊惊 我们从成交量都看得出来 投资人还是不太敢追 到底这个反弹趋势确实确立了没有 我们先来看 三大法人仍然站在卖方 卖超156.29亿 那观股确实有护盘 但真的确立反弹了吗 因为今天外资卖超的数字 仍然超过百亿 我们来看台股今日最重要 外资是连五卖 仍然卖了158亿 转买的联电 在这一度攻到涨停 但是投资人还是很担心 今天的联电 会不会是昨天的新兴呢 昨天的大型股新兴也是大涨 但是小轰一热行情 今天的联电也是大涨 会不会也小轰一热行情 我们请封开评 带我们来看外资 外资在今天到底在卖什么呢 第一名又卖了星光晶 好奇怪 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星光晶 星光晶大卖了4万2千张 接着是金宝华航星星 你看昨天强势的星星 今天外资反手卖了1万2千张 长榮航空 仁宝望红 长榮台积电和赵丰金 所以我们要问 外资现在还持续在卖 但是外资如果已经 有卖转买的股票 是不是确立他已经见底了 导播给我 导播给我刚才看刚才那一张 外资卖 你看有没有什么一个综合出来 刚刚那一张 对 其实你没有发现 除了这个台积电 跟望红都是在卫阶的第一档 台积电因为它是 要搭配指数操作 他卖台积电可以把它的空单 获利扩大 其他这些都有个特色 卫阶都相对高 好 那你看今天 他买超的东西 你看面板 星光晶卫阶算高吗 对 它都涨多了吧 都已经涨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2888的星光晶 因为每天都卖超第一名 我们从瑞克星的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阶的位 稍微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因为星光晶很多人认为 它已经跌了一个波段了 从高点的12.15 跌到今天的9块7毛6 你说它高吗 也不高 但是满尴尬倒是 目前之前它的库存部位比较多 而且它现在已经 大家觉得金融股现在的 我们的利差 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 那你看他今天买超的 你看他今天买超的 像这个所谓的一个 好 联电是买超第一名 57963 那等会好好来谈一下联电 买超的面板 这倒是蛮意外的 买了友达和群创 中华电信 全新利基电 台具亚聚国桥 所以我们来看 外资由卖转买的股票 这是不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讯号 虽然外资整体还站在卖方 但有些个别公司 已经由卖转买了 我觉得你现在看 外资的买卖超 你没有办法当作 你选股的依据 你只能说 它对盘式的指数的一个看法 举个例子 它今天好 今天它虽然说买超 大家很兴奋说 今天联电买超了5000 第一名 对 第一名买超了5700 一度涨金板 可是你看 导播给我一个 5万多张 对 5万多张 它其实 我们放一个黑线 下面放一个外资 对 我们把时间拉更长 外资买卖超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联电它今天是比较好 就是说它站上五日线 可是你看 今天买5万多张 可是它4月初的时候 也是曾经卖怎样 4月初的时候也是卖5万7万 一次连续有在卖 那会不会买得差不多 对 所以说要看看明天 其实更重要是明天 如果它能够连续卖 就代表说什么 连续买 对 连续买 至少它代表说 我暂时没有再继续打压它了 所以我们再放大一点 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放大 联电转为为安了吗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 你现在不用急了吗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期待说 它往上来供这个景线的位置 因为以它财报公布出来说 大家算一算说 其实人家不错 你运气好 对啊 算一算 搞不好乐宽还有6块钱的机会 今年还有5块多6块钱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外资之前拿的那些理由 一直被大老板赤字以名 可是它就是有筹码的优势 可是现在连外资都开始缩手 就是说不打压它了 如果说明天还能够继续买 其实我觉得至少 这个景线的位置 这个是可以期待的 但投资人非常担心 它会不会是星星第二 我们来看一下3037的星星 3037的星星 从日K线以期下面放外资来看 昨天也是表现非常强劲 昨天大盘大跌它是大涨 大涨的情况之下 外资也是转为买超 当时大家也说转为为安了 转为为安了 没有想到在今天跌下来 所以形态很重要 你看它这个形态 形态都没有打出来 下降压力线才刚刚开始碰到 所以还要下降压力线 能够突破站稳回撤不破 那个时候才能够做第一个确定 就说下 都还没有确认 对 这么陡的下降跌跌 假如说它突破这个斜线 斜率 然后突破之后回撤一下 又没有破那个斜率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 那昨天你说它买超 其实外资昨天的买超有没有很大 没有 跟联电比起来 联电今天买超 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大买超 所以说我们再回到 不能这样比 因为它是200多块的股票 联电是几十块的股票 好 我们再回到 那这一张除了联发科之外 除了联发科之外 其他画面上官员朋友所看到 这些大型股 都已经外资油卖转卖 而且占回五日均线 会不会续长 我觉得坦白讲 这些股票我觉得反弹上来的话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五月升息 大概在五月初 五月十号之前 还有五月十五号财报之外 我觉得电子股 随时都有面临到什么 这个美国万一 什么一个升息 鹰派的言论在抬头一下 还会有震荡 所以我觉得逢低 反弹上来的话 你还是应该去 如果手中你真的有这些股票的人 除了这个鸿海 鸿海是有点像鸡肋 它就是震荡幅度比较小 你可以等待 等待它就第一季财报出来 在这个地方联电 我觉得这个地方 鸿发科是短线上 可以期待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联电 已经有卖转卖 我就期待 接着是不是联发科 有机会有卖转卖 因为两家公司 昨天一起召开了法说会 同时间召开法说会 两家公司的法说财报 都非常漂亮 而且今天晚上还有个因素 因为今天晚上有个高通 高通已经公布了 高通是盘后 大涨了 那今天可能 就看到它今天晚上的表现 如果今天高通会涨的话 联发科人家会说 高通你这种数字都能够涨 联发科的天气系列 不会比你差 那为什么联发科不能 所以说它还有反弹构线 可是一样 这个下降压力线太陡了 这个筹码上面太重了 还是一样 反弹上来应该是 反弹卖 对 还是要做一些调节 好 那这个时候 哪些股票比较续航力呢 台航还有个很特殊的 对 它是中油观塘港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LNG天然气 一个25年的一个长约 它是台湾少数能够做到 LNG业务的 那今天刚好 这是今天刚出炉的 他说配两块钱 现金鼓励两块钱 对 那两块钱算一算 这个大概殖利率 大概是5.8% 可是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它的技术面 形态上面 是不是达出一个头肩抵触 那最重要的是 今天法人开始预估说 它今年业细 本业可以成长三分之一 30% 那去年赚3.1 所以它今年可以赚 本业可以赚4块 然后今年阳明 今年的沃昆是配上 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配息 对 它有38000张的阳明 所以它可以从阳明身上 拿到的股息 算一算 可以贡献它1.8元 所以说加起来 它今年的EPS是5.5元起跳 这个地方是57块 本业比才10倍在这里 这个地方本业比够低了 把形态打出来 而且你说 对 货柜行业 本业比也低 可是他们都是高价位 他们都是百元价位 它唯一一个是30几块 而且你要注意到 它的净值是37.47 它是30几块价位 而且地域净值 今天说362 对 本业比只有6.5 最重要是什么 它这些都是独特的 迪安商机 这个是维修的 维运的 然后再加上LNG是别人没有 最近有啦 玉民最近也要加入这一块 所以被低估的台行 大家可以留意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这个盘 有没有机会持续反弹 空间有多少呢 影响 不管是美股 还是台股 非常大的变数 最近都是在财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高通 在今天热乎乎公布高通的财报之后 盘后盘目前是大涨 应该说盘前盘 大涨了7.88% 同时此时此刻 我们录以时间 傍晚的5点59分 目前的高通 除了高通大涨之外 我们的台指期目前 也持续反弹了84点 所以我们要问 明天的盘 有机会持续反弹吗 不会一月行情吧 怎么看 请举盘 好 现场有三票 四票都认为 明慧会续弹 来 赞写 因为已经反弹到对的股票 就是台湾最占全职的 一个半导体股了 反弹到对的股票 反弹到对的族群了 那第二个的重点 刚刚我帮他解释 外市很多砍的东西 已经砍不下来了 或是有目的性的砍 例如刚才提过 台积电是为了控制指数 那为什么一直卖星光金呢 大家如果去看新闻知道 在这个月16号 星光金发了GDR在海外 发了12亿股 那发的价格是多少呢 如果折合成台币是9.52元 所以你是外资 你要怎么办 我可以在海外买到 9.52元的星光金 那台湾只要高于9.52 我要干嘛 我就套利嘛 所以外资为什么 从之前拼命的卖星光金 因为他可以在海外 认9.52元的星光金 这个卖压是套利的卖压 不用太担心 是的 所以仍然是往上看的 那空间到底会有多少 这波反弹的空间 我们回到哪盘 我要跟大家讲说 指数的空间 可能没有想象到那么大 因为外资还在卖台积电 但是跌升的半导体股 有些在个股上面 反弹的幅度 可能就会比较大了 我看了 这边就会比较大了 这边就会比较大了 这边就会比较大了